各位嗨子們 早安,Daddy我是老爸 現在我在上海 大家看一下上海 其實我昨天就開始錄這一段 可是昨天遇到一個很不小心的事情 就是我把相機弄壞了 不可能在拍的過程中 他去摔到還是去K到什麼 A73的麥克風孔就是 就是這裡 反正就是接觸不了 我昨天晚上到上海機場啊 錄的那一段 全部都沒有聲音 這是我這次住的飯店 上海芋圓酒店 東西有點亂 我的器材都在這邊 然後 我的窗 我的電視 我的咖啡機 沒有說非常大 昨天晚上我大概是在 10點到上海 10點半的時候我開始訂房間 嗯,沒錯,這就是我訂房間的畫面 嗯,沒錯,這就是我訂房間的畫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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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這就是正的 這就是歪的 我現在在上海 現在時間是 10點 57 我明天要飛回台北啊 可是因為我明天的飛機是下午4點 4點嗎 我看一下幾點 我覺得 I always把相機調整好了 11點的時候我開始準備用第一打車 可是一直叫到11點半都叫不到 所以12點我就決定去排幾點車 排完計程車以後我大約12點半到1點左右的時候到了這間飯店 看一下廁所吧 我蠻喜歡它的廁所啦 看起來白白的廁所碼頭 這個是冰頭 這是我 整個看起來就是白白很乾淨 這個浴缸很棒吧 我今天晚上有泡澡 看過去就是整個view就是這樣 這是有史以來最快的飯店開箱 我要出門的 Let's go 今天是12月2號啊 我很喜歡上海現在的天氣 大部分人還是穿薄外套 然後我現在已經在穿短袖 早上我查氣溫是21度 可是我出來的感覺應該在17度左右 欸那棟是什麼好高喔 這棟好高喔 我沒有查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知道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住的酒店非常近 用走的就可以到語言 這是我第二次來上海 其實我很喜歡上海這個城市啦 就是它有點舊又非常的新 這種新舊的交龍啊 我覺得是我非常喜歡看到的文化 城隍圖寶 東華美傳老鳳槍樓 上海老飯店 老 不知道怎麼念 黃金銀樓 這區非常奢華耶 都是銀樓 哇 今天天氣真好舒服 到語言昌騰了 進去逛一下 這邊特色就是人非常的多 我不曉得上海其他的地方啦 可是因為這邊我來了第二次了 上次來就是人滿為患 而且聽說只要假日啊 逢民過節 那個真的是非常人擠人 這個酸辣麵看起來好好玩 它跟大家吃預言版本 我猜等一下也會有星巴克的預言版本 今天是南牆 大家說一定要來吃一下它的湯包 有那種鼎泰風的概念 湯包 對 現在在中國應該很少人在用紙鈔了 可是我真的很難得再換來換去 我本來身上就還有一些人民幣 這是我第一次吃 應該很多人都吃過 這個是用吸管的耶 試試看 流出來了 流出來了 比我想像中的好吃很多 這顆算25塊 包得還比100塊 它裡面那個湯汁啊 蟹黃的味道超濃的 剛才那個湯包啊很好吃 然後我再來觀光還有什麼其他好吃的 我現在走在那個九曲橋 還是七曲橋 我也不知道耶 反正就是人很多 我想要走走看 雖然走完呢 運氣能好一點 我的A73就自己好了 這邊要門票 我就不想進去了 小一點我對電子支付的看法 大家都會覺得說 啊中國很進步 微信啊支付寶 這些虛擬支付 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對沒錯 的確非常方便 為什麼台灣不行呢 因為 這是跟整個文化有關係 因為畢竟中國進步得太快 在信用牌沒有普及的時候 其實一些電子支付什麼 相對來講 就已經發展的 非常的好 就好像在中國啊 他們沒有經過 桌上型電腦的時代 直接就進入筆電啊 手機啊 真的是跳躍性的成長 台灣在電子支付 跟虛擬支付 這一塊啊 其實不是不能做 是政府啊 很怕 突立特定廠商 我覺得這部分真的要 好好檢討 但是在五年前 我一直認為 優勇卡是一個 即將可以成為台灣 主流的 電子支付的東西 現在進來一圓旁邊的那個公園 我想要到外灘走一走 我剛才講到優勇卡 優勇卡我知道 他是電子錢包 不太屬於電子支付之類 最早的他的普及率 真的很高 非常高 幾乎台灣人手一張 只要把電子錢包 連接信用帳戶 或是你銀行帳戶 他一樣就是可以變成一個 很好的 電子支付的工具 可是大家也知道 當初優勇卡是誰弄起來的 所以兩檔在爭執的時候啊 一定有些人 不想要讓優勇卡獨大 而且讓他獨大 就會有人覺得說 圖利特定廠商 所以搞到現在 電子支付啊 在台灣是弄得非常的亂 比如說Google Pay Po Pay Angel Pay 一大堆Pay Pay來Pay去 我都不知道Pay什麼 而且改變一個人的消費習慣 是非常麻煩 就是我平常如果習慣用優勇卡 你現在又要叫我用Google Pay Angel Pay什麼 不是那麼快速的事情 也許啊 我比較獨裁 我認為台灣的電子支付 真的應該由政府去領導 帶出一家到兩家的欺壓 去主導這件事情 然後把它統整起來 屬於台灣的電子支付 不然一塊餅啊 已經不是很大了 在分成那麼多人吃 其實每個廠商也做得非常辛苦 哇 我到外灘了 這條外灘 這馬路好美喔 真的非常的漂亮 再過一陣子啊 可能就會變成紅葉 就可能會掉葉子 一定會非常的漂亮 阿伯在闖紅燈了 Its what you do Its what you do 我要走到外灘了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外灘啊 這個就是一個城市啊 你一定會想要看的地方造的地方 就是一個城市最熱鬧的地方 這邊非常的新 可是轉過來 這邊就是一些非常有歷史的建築物 我滿常常旅遊的啦 我有時候在思考 台灣的建築的印象是什麼 當然啊 因為這些東西啊 都是用錢堆起來的 那台灣現在比較麻煩的呢 我覺得我還是不要講台灣好了 我講台北 台北最麻煩的就是 它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城市的印象 我不知道我們講過這件事啦 就好像我在講台灣的101好了 最早我是覺得那棟建築物很醜 你有沒有覺得很醜 很醜可以在底下留言 可是後來過了幾年 我發現大家都往那邊擠 我就覺得說 哇 這個建築物不錯 至少它能代表台灣的印象之一 只是非常可惜的是 沒有接二連三的一起蓋下去 台灣101旁邊啊 其實有蠻多地的 有些啊就蓋了豪宅 然後又蓋了非常非常多的百貨公司 而且這些百貨公司啊 普遍而言都沒有非常賺 我曾經也做過百貨公司的生意 那麼多百貨公司擠在那邊 又沒有那麼多外地的人進來 怎麼可能賺錢 所以導致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雖然我這樣講一定會被罵 我真的認為新一區啊 尤其101旁邊應該要蓋一些 像這樣群聚的大樓 讓整個城市旅遊的印象啊更清晰 就是你到這城市 我就能夠想到一個什麼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城市印象 要下雨有沒有帶雨傘 我發現上海最大的開關器在那邊 我沒辦法再逛 我原本一直想要走到他們最熱鬧的那條街 去逛逛那邊商場 不過因為雨越下越大 我必須趕快走回飯店 雨越下越大 我應該把相機收起來 這次我來上海是因為我去重慶 重慶啊我去參加了一個重慶的台灣州 類似的活動啊其實我已經參加過很多次了 並不是我喜歡大陸或什麼的 只是我喜歡觀察兩岸的變化 每個城市有每個城市進步的地方 因為畢竟啊台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真的很希望台灣能夠有再更多的進步度 然後所有的年輕人真的應該多走走 不只是到中國 就到附近的國家 泰國啊 新加坡啊什麼 通通都去走 就會發現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有時候我們看到的東西啊 並不是全部 就真的只是你眼前的一點點 最近有人常問我啊 就是他遇到一些困難啊什麼 其實一旦啊你視野稍微開一點 你就會發現這些根本就不是困難 他在你未來的時間軸裡面 就只是一點點 所以跨過去就過了 好了 我要收相機了 好多人一直在看著我 我在幹嘛 好今天影片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 今天準次發布影片 還有悠悠也破案訂閱囉 記得要訂閱他 我們明天見拜拜 拜拜